双十连续假期 吉安湘公所在浩克艺术村举办了 风华五十创意双十彩阶市集 在10月7号正式登场了 六十摊各式各样摊位市集 让民众可以享受采买乐趣 还有免费的消费券发放 以及趣味闯关游戏 在舞台上还有精彩的表演节目 乡长游淑珍欢迎在地乡亲 还有各地游客 国庆假期来到浩克艺术村 感受吉安的美好和活力 吉安湘庆祝双十国庆 每年都以不同主题来举办系列活动 今年更是创意推出了 复旧武林崩华主题市集和采接游行 要吸引在地乡亲和国内外游客 到吉安来欢度国庆联假 两点还没有到 已经涌入了非常多的人潮 而且我们要来领取兑换券 跟体验券的乡亲好朋友 已经排满了现场 香奔奔的香味不比而来 今天摊位里面看到的近视 非常多的创意还有美好的这样的一个 氛围在里面值得大家一起来体验这样的不一样 所以摆文不如一件 亲爱的乡亲好朋友 如果廉价的第一天您错过了 还有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一直到十月十号双十节为止 每天的下午两点到八点 在浩克艺术村不只有地方的产业 文青的一个摊位 还有创意美食的摊位以外 更带来了艺文跟多元的展览 一个非常舒适非常快乐 非常有创意的四天年假 尽在吉安浩克艺术村 千万不要错过了 市局开幕第一天 吸引了很多乡亲来到浩克艺术村 60个摊位有文青商品类 原名吉野餐美食 优质农特产品展售 新著名的异国料理 还有家政班妈妈的经典美食 让民众是大开眼界 而现场还有闯关游戏 即发放2400张的消费券 让来到现场民众直呼 好过瘾大丰收 吉安相长游淑珍表示 10月9号下午4点 还有精彩的创意采接造型国庆游行 欢迎国内外游客和花莲相亲 来到浩克艺术村 一起来欢喜庆祝国家生日 这里会吉安相报道